只属于我们的位 花园成女人当家 玄虎成男人当家 两成历来不和 一场恶战之后 玄虎若败 只好派少主韩硕和亲入坠花园 韩硕是个文桃武略 且容颜绝美 可惜天生心急 注定活不过二十岁 眼见线下一道十九岁 就当围观的百姓对此感叹叶伦之时 三公主陈千千当街揍马迎面而来 随即冲向了护送车队 龙骨作为花园成秘宝 可治百病 仅此一根 韩硕入坠花园的重要原因 便是为了得到龙骨 为达目的 不惜设计一场英雄救美 想与花园成那二郡主陈楚楚 一见钟情 再从中加以利勇骗取龙骨 奈何计划虽好 但情况突变 韩硕因误打误撞 救下陈千千 竟意外被他看中 甚至立马纳清 择日迎娶 韩硕立刻假装心病发作 胎软在地 本想通过病情 让陈千千知难而退 却没想到陈千千反而让人 趁着韩硕还活着 赶紧送到他府中 随后便策马而去 传闻中的陈千千 是陈小千的网络小说 现如今已和张总取得联系 并拿下拍摄权 可是男主角迟迟不肯到位 陈小千作为 每日靠着稿费度日的撰稿人 为了金钱 只好亲自决定 前往片场找男主角沟通问题 男主角认为 男主在恋爱关的人设上 有很大的矛盾点 于是要求陈小千按照要求进行更改 陈小千日以继夜地 修改剧本内容 待她终于完美写好大结局 当场累得是昏倒在床上 直至醒来后 才发现 自己居然穿越到了剧本中 成为剧本中那个 纸醉机迷不虚无数的陈千千 陈千千作为当朝公主 身份虽是高贵 但她只不过是剧中的炮灰 第三集便要领盒饭 正当陈小千还在熟悉之围环境 门外突然有人送来了 公主结婚礼服 这才让陈小千察觉到 她已在第三集的剧情里 因为后期更改的内容 便是韩硕在成亲之后 毒死陈千千 于此同时 玄虎城为了顺利地取得龙骨 早已安排许多刺客 陈小千担心韩硕来杀自己 于是免除婚礼上一切繁文礼节 只要立刻动防花烛 韩硕这边正在按照 花园城的习俗来做 在这里男人就是女人 这些韩硕都忍了 唯有手工杀不能忍受 陈小千此时也冲过来 众人都退出房间里 韩硕提出喝酒住信 陈小千并未反对 韩硕又假装咳嗽的倒酒 陈小千以为韩硕是因为 没有摘下面纱的缘故 索性伸手帮她摘除物 没有想到摘下面纱的那一刻 陈小千当场愣住 因为眼前的韩硕正是那个男主角 为了报复这个当时 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男主角 陈小千叫子芮进来 指责韩硕要毒杀她 陈小千命令子芮等到她死后 诛杀韩硕全家 可是陈小千喝酒吃菜都没有毒药 陈小千开始怀疑男演员 给自己加戏 一定是嘴上涂抹了毒药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她主动亲吻韩硕 而就在亲吻韩硕之后 陈小千开始觉得 自己舌头里不直了 头也开始晕厥 当即栽进了韩硕怀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